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 閒閒沒事幹 那我一樣今天來教學 那個如何使用Excel VBA來 將當前的Excel檔案 的工作表 各自存成一個新的Excel檔案 放在原來的路徑底下 那我們這樣操作 我們要使用VBA的模式嘛 那他這邊有教學 就是說 首先我們先打開你的Excel文件 那我們試一個範例給各位看 那一樣他這邊是存在我 一個資料夾裡面嘛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這個Excel 它裡面有四個工作頁 那四個工作頁我想要存到 同一個資料夾 那麼我要怎麼去操作呢 我們是用ChopGPT 來做 首先先輸入我們的需求 產生範例後我們就來實作看看 那一樣按Alt 加F11 那進來以後我們會看到這個 層次的頁面嘛 就VBA撰寫的頁面 那我們在右鍵 新增一個模組 插入一個模組 那插入模組之後我們將底下這些 它那個 產出的 層次碼把它複製過來 複製 然後貼到這裡面 那這樣的話 等一下按 開始執行 那它就會將 我這裡面的所有的 分那個工作頁啊 直接幫我另存新檔到 同一個資料夾裡面 就是我圓的路徑 好那我這邊就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好這樣它將所有的工作表已經 存成新的檔案了 我們就直接到那個 資料夾裡面看一下是不是存到有4個檔案 對 它這邊就分割出來4個檔案了 就這樣很快速 我們也不需要去撰寫什麼 只要靠ChopGPT它就可以幫我們 實現這個 需求 達成我們的需求 好那這就是使用 ChopGPT來幫我們 完成我們的需求一樣放在我們原來的路徑底下 然後達到分割火夜布 的 操作 好那今天的 分享就到這邊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感謝各位收看